Hello 大家好 我們現在就來到越南胡志明市 剛剛我在這個新山國際機場下機 我們來越南有幾件事是很重要的 第一件事就是簽證 今次的簽證我就是找了KKday代辦 大約四百多元港幣左右 接著他就會WhatsApp專人聯絡我 我交齊資料給他 等大約一個星期左右就會幫我代辦到 他有快證慢證 我又選了慢證 因為我早幾個月前就已經預訂了越南機票 才再慢慢弄這個簽證 所以我就選擇慢證就OK了 第二件事就是換錢的問題 我建議大家可以在機場這裡先換一點 接著出道市區再換 因為這裡機場的找換點的匯率是沒有那麼好的 如果大家真的想在機場裡面換多些錢的話 還有一個方法就是在機場的提款機那裡按錢出來 這個匯率都會比裡面的找換點高 出道市區怎樣換錢呢 我們出道市區再跟大家說 第三件事就是買電話卡的問題 我上網看到很多人都推介很多不同的電話卡 但是比較推薦的就是這間Vittel的電話店 這裡的電話卡聽聞是會收得比較好的 所以我這次也是會買這間的電話卡 第四件事就是出市區的方法 出市區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巴士 第二個就是的士 第三個就是Grab 我首先說巴士 巴士如果要出市中心的話 有兩個巴士可以搭 就是109和152號巴士 價錢大約是2萬元內 如果大家想坐的士的話就要小心一點 一定要坐綠色公司或者白色公司 千萬不要坐黃色公司 因為很多人坐黃色公司的的士已經被壓了錢 所以大家一定要坐綠色公司或者白色公司 最好搭綠色公司 如果沒有綠色公司才搭白色公司 記得搭的士一定要打標收費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而第三件事就是Grab Grab就是叫車 叫車我就不多說了 因為很多觀眾相信都會叫車 在這個新山機場的的士或Grab的價錢 大約是10多萬越南腸至20萬封頂 讓大家參考一下 現在我們就準備買SIM卡和出機場 電話卡我買了Vittel的27萬瓦 它不能打電話 但每天就有5G用 我覺得都夠用 如果要打電話的話 就要32萬越南腸 現在我們出到新山國際機場外面 這裡有個牌子寫著巴士站的位置 我們現在就走到巴士站 坐巴士去市中心 現在看到一部152準備上車 我們住的酒店就是位於市中心 檳城市場旁邊 我們現在就上車了 這裡坐巴士 全部都是有人手在買票 買票就視乎你去多遠就付多少錢 我跟他說我們去檳城市場 他就說收我們每人一萬盾就OK了 我現在就用手機看了導航 當他就來到檳城市場的時候 我就可以按鍵下車 轉個眼就來到我們要住的酒店 就是這間維東酒店 他就兩點才可以Check in 但未夠Check in 時間 我打算跟爸爸進去放下行李 之後再跟大家搶錢 以及到處玩一下 好了現在我們進入維東酒店 這個就是維東酒店的大堂 我們現在就放下行李 剛剛就在酒店那裡放下行李 現在我們就去檳城市場那邊兌錢 來胡志明試玩給大家一個提示 大家可以盡量煮在檳城市場旁邊 因為檳城市場旁邊 是會比較近我們去玩的地方 以及比較多食物 我現在就跟爸爸走去檳城市場附近換錢 來越南如果大家走路的話 盡量走入一點點 以及不要近馬路邊玩手機 因為電單車搶手機 或者搶東西的速度是非常之快 所以大家可以走入一點點會比較好 好了我們現在就到了檳城市場 檳城市場就類似街市 一個熟食市場 其實裡面是甚麼都可以賣的一個市集 檳城市場就是一個比較舊式的市集 因為它19世紀初已經在這裡了 最多人推薦的換錢店 就是檳城市場斜對面的這兩間金舖 這兩間金舖就是匯率最高的金舖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這兩間金舖就這樣看都是非常之多人排隊 我想他們的匯率應該都差不多 如果大家過來這裡換錢的話 記得一定要把港幣轉成美金 因為越南盾就不是一個很流通的貨幣 它這裡只是接受美金換越南盾 剛剛就跟爸爸在左邊那間金舖 換完錢出來 我爸爸就用了200元美金 換了494000元 而今天的匯率就496000元 我覺得這個匯率都比外面的找換舖 所以這個匯率就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們現在換完錢了 就想帶爸爸去傳統的越南店鋪洗頭 給他見識一下 有時在越南過馬路都是一大難題 因為那邊就沒有紅綠燈 這裡的車又不停地過來 所以大家都是要自己撿山 我們終於到了這間VIP洗頭的店鋪 剛剛在檳城市場走過來 大約走10分鐘就會到 它的營業時間是早上8點到11點 我們現在就進去 這裡就是一個按摩的空間 我現在在等它幫我按摩 它就會用這塊鏈隔開和旁邊的客人 轉過來我在這間洗頭店鋪出來了 因為裡面的職員說不讓我拍攝的關係 所以我就沒有在裡面拍攝了 這間是一間正骨的按摩洗頭店鋪 大家千萬不要有什麼雜念 裡面有分兩個套餐 一個就是40萬90分鐘 一個就是50萬110分鐘 我和我爸爸都選了50萬110分鐘的套餐 那套餐是包什麼呢 包幫你全身按摩 複臉 採耳 剃鬚 洗頭 洗腳 收下指甲 腳甲 那樣 大致上的套餐就是這樣 裡面的女性大部分都是一些越南很年輕的女性 這一個洗頭的服務 我是100%推薦大家來 如果大家來越南的話 一定要來這間VIP洗頭 試一下它的服務 真是超棒 而且它的性價比是很高 它只需要100多港幣 已經可以體驗到整個這樣的服務 在香港是完全不可能做到 那現在呢 我們的酒店都夠時間check in了 那我們現在先回酒店 終於都回到房間裡面了 現在跟大家來個room tour 我們這間房外面其實是有個中庭的 中庭裡面掛著一些燈籠 我覺得挺有氣氛的 然後我們轉身進入房間裡面 一進門口就會見到兩張單人床 然後一轉彎就會見到兩張沙發 一個茶几在這裡 然後有一部電視 這裡有一個雪櫃 然後再前一點 就會有一個衣櫃 那衣櫃就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的 有兩件肉袍在這裡 還有一個甲蠻在這裡 然後我們轉身體的廁所先 好了一進來就會見到有鏡子 然後馬桶 還有這個浴缸洗澡的位置 這個洗澡的位置 都不算是很乾濕分離 因為它只是用這塊染 遮住馬桶和洗澡的位置 那廁所大致上的環境就是這樣的 現在就到了晚上 我們先去找點東西吃 晚一點就跟大家到酒吧街逛逛 在越南的第一餐 我就跟爸爸吃了一餐印度餐 就叫了兩個咖哩、兩個飯 和兩杯飲料 這一餐就差不多吃了60萬 好了我們現在吃完飯 就來到胡志明最出名的一條酒吧街 就叫做飯五老街 那我們現在進去 現在我就走到這條酒吧街的中間 這條酒吧街最大的特色 就是商店會拿著喇叭 一直向著這條街均 好像大家在鬥大聲 越大聲就好像越多生意 但大家看到這間這麼大聲 反而是沒有生意的 因為裡面真的很吵 他們除了鬥大聲之外 有些酒吧街也會有些女孩子 或者男孩子在跳舞 大家看到前面是有些人在跳舞 就是為了吸引遊客進去 但是遊客真的很難進去 因為這條酒吧真的轟得很大聲 我完全聽不到話 我奏龍 大家如果走這條酒吧街 在這條酒吧喝東西 要小心被人節省 因為他見你遊客 有機會節省你的服務費 例如四萬五元一瓶啤酒 他可能會追加你三萬元的服務費 所以大家一定要問清楚 那些酒水的價錢才能進去 如果不然就有機會被人節省了 這裡還有一些小孩子 其實含著火水 噴火給大家看 現在來到第二天 第二天我們會去胡志明市著名的旅遊景點 我們打算叫Grab去粉紅色教堂 我現在又叫了電單車 電單車準備過來接我 我們這一邊去粉紅色教堂其實都很近 大約只需要三公里就可以到 胡志明市坐電單車和泰國有一點點不同 就是胡志明市這裡坐電單車的話 他會給你一個頭盔 泰國後面多數人都不戴頭盔 現在我就戴了頭盔就上電單車 我大約應該坐十分鐘就會到我們的目的地 剛剛就落了電單車 坐了大約三公里 就需要這個二萬七元月南盾 相等於大約九元港幣左右 今天我們就會以這個粉紅色教堂來做起點 然後逐個逐個旅遊景點慢慢和大家去 像這個圖表一樣 我們現在到了教堂門口 門口就有個牌寫著 逢星期六天都是不准拍照 由於這個教堂今天不准拍照的關係 我們應該會去對面的咖啡室 再拍過來這個教堂 因為我上網見很多人都會去對面的咖啡室拍照 這個教堂 在越南過馬路大家一定要小心 因為很多電單車不停地穿插 一個不小心就會被他們車到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 慢慢地過 不要太心急 最多人去就是這間OIA的咖啡室 就是位於這個教堂對面 一走過來已經看到這個咖啡室 我們現在上去 一進到這個咖啡室的環境 其實都是很舒服的 我們要上樓上那一層 來這個咖啡室最主要原因都是上樓上那一層拍到教堂 現在我們來到咖啡室三樓 三樓其實都頗熱 但沒辦法 為了拍這個教堂都要稀辛一點 如果大家拍完想享受冷氣的話 可以去到二樓那一層 我叫兩杯咖啡就到了 叫一杯咖啡就需要八萬 我們兩杯就十六萬 加上5%的服務費 就是十八萬一千四百四十 現在趁喝著杯咖啡 有一點時間跟大家說一下 這間粉紅色教堂的歷史 這間粉紅色教堂 是在法國統治越南的1876年興建的 原本一開始是一間白色的教堂 但由於經過多次擴建之後 就在1957年游了上粉紅色 就是大家現在看到的粉紅色教堂 我們喝完咖啡之後 打算去西貢中心遊證局 這個中心遊證局需要走二十二分鐘 1.5公里就到 我們現在就到西貢中央遊證局 西貢中央遊證局 其實在法國殖民時期 十九世紀末的時候起 它的外形其實是幾像一個巴士站的建築物 多數人都會買明信片和打卡 西貢中央遊證局旁邊就會有一間咖啡店 再旁邊就會有一些攤檔給大家買手信 我們現在就進去遊證局 遊證局的環境就是這樣 就會有一些攤檔在賣東西 遊證局這裡的攤檔大部分都是賣一些紀念品和明信片 這裡也很多人在選不同的明信片 我們就在這些紀念品店買了一些瓷石回香港做紀念品 剛剛就走完這個西貢中央遊證局 這裡主要都是給大家打卡和買手信 我們下一個景點就會去胡志明市政廳 由這個西貢中央遊證局走過去胡志明市政廳 在這個方向走五百米就會到 轉眼就來到胡志明市政廳 這個市政廳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 純粹過來打卡拍照之後就走了 大家拍完胡志明市政廳之後 可以和這個胡志明的照片拍照 胡志明就是出生1890年 就在1969年小小的 我們就在市政廳那裡拍完照 市政廳附近還有一個博物館和美術館 我個人來說就對博物館和美術館沒什麼興趣 所以我們現在就去檳城市場走一下 由市政廳走到檳城市場 大約需要走六百米就會到 現在就到了檳城市場 昨天我們就在附近的金舖換錢 就沒有走進去看 我們現在就打算走到裡面看看什麼環境 現在我們先走進去 走進去就會看到很多賣衣服的店 這些店舖都比較古舊 如果大家買東西的話 記得一定要講價 上面這裡全部都是麥不透風 如果大家進來這個市場都是要預料好局 這裡有一些越南的糖 小食那些 如果大家要買的話記得跟它講價 然後這裡一辣 其實很多店舖都是買一些手信的地方 然後熟食中心就在這個位置 很多人在這裡吃東西 但是我就不會在這裡吃東西 因為這裡是好焗 我就在其中一個檔攤那裡 就買了一個椰子水 這個蔥卷 這個蔥卷就需要50元 現在我就拿起蔥卷 剪一剪這個醬汁 現在就試一試它 我這麼見 在省蕭秀街 這個蔥卷吃下去的味道是很清新 大家看看 這個蔥卷裡面是包著飯菜和蝦的 吃下去的味道是很清新的 第二樣東西我就叫了這個雞肉串燒 雞肉串燒就需要12萬 好了現在我也要試一下味道 那我先剪一下這些醬汁 現在跟大家試一下這個雞串 這個雞串很好吃 比剛剛那個蔥卷很多 因為這個雞串的醬汁是非常好吃 它這個醬汁就像我們平常吃沙爹牛肉麵的醬汁 是很好吃 走完檳城市場準備回酒店的途中 就看到這個交通工具 這個交通工具就叫做客先死 有什麼事都是客先死 這個名字不是我作出來的 是越南人真的這麼說 剛剛我們走完所有景點之後 就回酒店休息了幾個小時 現在晚上我們就出來活動 今晚打算跟大家去吃一個夜市 這個夜市其實距離我們酒店大約一公里左右 我們現在事不宜遲馬上進去 現在進到這個夜市 就看到它有很多不同的攤檔 大部分攤檔都是買一些越南特色的食物 我們現在先去找東西吃 一進來看到這一攤檔是在賣一些越南的飯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這些就是越南的食物 前面這一攤檔都是賣一些越南的食物 拍一拍的食物給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不想吃一些越南的食物 這邊還有一些中菜提供給大家吃 這些行全部都是賣一些越南的食物 我拍一拍給大家再參考一下 全部都是越南的食物 大家看哪一攤就吃哪一攤 它的價錢也不會很貴 這裡的座位感覺上都很寬 雖然它沒有冷氣 但它全部都安裝了這些風扇 感覺上都不會很熱 我就叫了一個Lomone 我老爸這一樣就不知道什麼來 我們的食物就到齊 我們先吃東西 剛剛跟老爸吃完飯 打算找個商場逛逛 在越南就算是綠燈也好 車都會不停地衝 所以大家記得過馬路一定要小心 看到有一步衝過去嗎 明明是綠燈的 又衝吧他們 飯後活動 終於到這間西貢中心購物商場 我們現在進去看看有什麼行動 為什麼要找這個商場呢 因為這個商場在胡志明市中心 是比較容易到達的商場 現在就到了商場最高那一層 拍一拍規模給大家看 這個商場有點像荃灣廣場的感覺 這些東南亞商場都沒有什麼好介紹 大部分Nike, Adidas, Unico 都會有齊在這裡 我拍這個商場的主要目的 都是給大家可能吃完飯沒東西做 又想找個商場走走走 這個市中心的商場就最好不過了 早晨各位,我們今天來到Day 3 Day 3我們就會去湄公河玩一日遊 這個Tour我其實就在葵城那邊預訂 這個Tour就需要一百二十多港幣 差不多已經是整個葵城最便宜的湄公河一日遊 這個Tour這麼便宜就不包專車接送 我預訂了這個Tour之後 它就會說明幾多點在哪一個地址集合 我現在又到了我集合的地址 等多二十分鐘就可以上巴士去湄公河一日遊 好了,我們的車又到了 現在我們就上車 現在我們坐了一個多小時車 終於到湄公河附近準備上船 上船之前其實發生了一個小小的插曲 難怪這個團費這麼便宜 因為它帶我們參觀湄公河之前 其實它是帶了我們去參觀一些紀念品的店 所以這個團費這麼便宜是有原因的 現在我們就準備去上這些船 參觀這個湄公河之旅 現在就開船 這隻船就沒有冷氣 但也不會說很焗 因為風吹過來也挺舒服 我們就這樣看湄公河的河水 就全部都是淺黃色 現在來到湄公河 跟大家說一下湄公河的背景資料 那湄公河其實是世界第十二大的河流 在亞洲就排名第七 那這個其實是東南亞主要的跨國河流 那它跨國的國家就有這個 魯窩、緬甸、泰國、柬埔寨、越南 這隻船就到了我們今天要參觀的島 基蘭島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上去 我們現在就在參觀風物園導遊 跟我們講解一些風物製造的過程 一會我們就會進去參觀 現在我們就走進去 那這些地方就比較鄉村一點 它現在就拿著做蜜糖的蜜蜂給我們看 那這裡就有很多蜜蜂 它說可以讓我們用隻手這樣試一下蜜蜂 我現在又試一下蜜蜜蜂 哦 蜜蜜蜂在這裡 我現在就試一下蜜蜂 蜜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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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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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麥糖後就給我們看了這張紙 又是叫我們買東西 這個麥糖如果大家有興趣就買 還有這個產品 現在導遊帶我們去一個新的地方 就是看這些煮食 就說這些食物可以變成泡菊 現在就把原本的食物變成泡菊了 我現在就先試一下這些泡菊 新鮮滾熱了 現在跟大家試一下這些泡菊 沒有糖就一般 不算太好吃 就當體驗一下 最後這些泡菊就會做了這些製成品 就叫大家買 如果大家有興趣就買這些製成品 我們看完蜂蜜和泡菊之後 就坐這部車去另一個地方 現在我們來到這個新地方 就是聽這幾個阿叔唱歌 我們現在就來到第二個島 準備體驗這隻摩托艇 我們現在就來到第二個島 坐滿了人 現在準備開艇 這個體驗就是這樣的 就是坐這個摩托艇 體驗當地人的生活 沿途會看到這片樹林 也是很漂亮的 我們的艇就賣岸 現在準備上島上吃飯 上島吃飯這裡看到很多菠蘿蜜 吃飯的環境大致上就是這樣 我們第一碟就來了這碟魚 魚鱗都沒有刮的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越南當地的送菜 第二樣東西就來了一個春捲 第三道菜就是這個越南的湯 第四道菜就是這碟通菜 而第五道菜就是這個雞 大致上都來齊就是這樣 吃完飯 我們現在玩完這個餐廳的船 這個旅程就完了 很熱了 他現在就給了我帶頂帽 在體驗著這個餐船的服務 就是這樣 有個人在後面幫你搶船 他在搶船的時候 大家盡量都不要亂動 因為這隻船其實都挺兒戲的 你一亂動 那隻船就會側在耳邊 他現在就很努力幫你搶船 Thank you 好 好了我們回到酒店這裡 剛剛我們搶船完艇之後 就去了看野生動物 看看鱷魚 看看蛇 之後再去一個寺廟參觀 大約20分鐘左右 整個行程就完了 這次這個團 我和我爸爸每人報了一百二十多元左右 然後我問過其他團友的團費 是貴我們很多 正常來說我們應該是坐一些大型巴士 而不是坐一些豪華的玩家 可能我們平價這些團團報名的人數不足 所以他又把我們這些這麼便宜團費的人 和一些貴團費的人結合去玩 所以這次這一個一日遊就當給大家參考一下 轉眼來到Day4 今天是我們留在胡志明市的最後一天 我們晚上大約凌晨3點左右就會飛回香港 那現在第一件事跟大家打算轉一轉酒店 雖然這間維東酒店是非常之好住 但是這間酒店其實經常會爆滿房 所以最後一天我就預訂了旁邊的第二間酒店 當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們在維東酒店查看了大約走了五六十米左右 就看到我們今天要轉的Hotel 就是這間自由酒店 那我們現在進去 那現在我們進去拍一拍這間酒店的大堂環境 那大堂環境大約就是這樣 現在我們在酒廊找到我們房間 我們今天要住的房間就是307 那我們現在過去先 這間房間我預訂了大約300多元港幣左右 那現在和大家wom tour 那這裡就是門口 那門口旁邊有一塊鏡 然後我們轉身看兩張床 那房間的環境大致上就是這樣 那這間酒店給我的感覺就是非常之乾淨 現在我們再進去廁所拍 那廁所一進去就已經一眼看完環境了 那它都叫好的乾濕分離是用玻璃來乾濕分離 而不是好像偉東酒店那樣就這樣拉一塊鏈來乾濕分離 那我們轉身看一塊鏡 那塊鏡呢就是這樣拉 那這間房就給大家參考一下拉 好啦我們最後一天就來到胡志明市的動物園 最後一天我老爸是病了 他現在就在酒店休息 就沒有跟我們一起活動 那我們事不宜遲立即進去這個動物園裡面 這裡的門票的價錢就是如果你的高度是由1米到1.3米 就需要4萬元 如果你是高於1.3米就需要給6萬元 我現在就買了門票就準備進去 其實我對這個動物園都沒有太大的期待 純粹在胡志明市的最後一天沒什麼做 就想來這個動物園玩一下 一進來動物園就會見到這個噴水池 那噴水池旁邊這個位置就會有個牌子 那我看一下哪裡有什麼看 這個動物園不外乎都是西牛長頸鹿獅子老虎看 這邊就有斑馬 它那個簡介牌全部越南版都不懂看 斑馬和長頸鹿就在這裡了 上來拍一下它們先 我現在就走上這條樓梯上面看長頸鹿 可以超近距離看到這個長頸鹿吃東西 就是這樣 接著斑馬就在下面 看到嗎?這裡就是斑馬了 超棒的我沒試過這麼近距離看到長頸鹿 看完長頸鹿之後我們過來這個位置看西牛 西牛仔那邊 鼻子鼻鼠 牠都很熱 我們一路向前走 還看到一個公園仔就可以給小朋友在這裡玩遊戲 如果大家來這個動物園的話 記得要看好自己的小朋友 因為這裡周不時有些動物仔會跑出來 就是大型的動物就不會跑出來 這些小型的動物呢 暫時都會跑出來 這裡還有大象給大家看 它又不只有一隻象 那邊還有一隻象 在那邊 然後走到中途 這裡還有一個餐廳給大家可以在這裡吃東西 然後我們再走又看到一堆機動遊戲 如果大家想玩這一堆機動遊戲 可以在這些卡卡買票 玩機動遊戲的價錢就二萬到四萬不等 好了,最後我們現在看到一隻老虎了 那隻白虎就在下面 然後牠就在這裡走來走去 然後這裡有一隻黃色的老虎 Hello 老虎,Hello 牠不理我 這裡一勒全部都是困著老虎 這裡還有兩隻老虎 我現在就走完這個動物園 這個動物園雖然門票不貴 但其實我都不是太建議來 除非大家真的很多時間沒有東西做的話 大家都可以過來看看 總括來說我覺得這個動物園就一般般 我們來到胡志明市的最後一站 就是去到檳城市場的計 這兩間金舖 將我們的越南盤轉為美金 因為越南盤是一個比較不流通的貨幣 如果大家去到提卡國家的話 要將越南盤轉為提卡貨幣是有點困難的 剛剛左邊這間金舖 就說不可以將越南盤轉為美金 那我現在試試右邊這間金舖行不行 剛剛成功將越南盤在右邊這間金舖 對抵抗美金 左邊那間金舖大家就不要去 因為那間是對抵抗美金的 而第二件事我想說的就是越南的食物 例如山牛河我和我爸爸不是很習慣 覺得一般般 但是法包來說我和我爸爸都覺得很好吃 尤其是路邊攤檔的法包是很好吃 如果大家來越南的話一定要試一下 一個路邊買的法包大約需要3萬越南豚 約9港幣左右 那我們這條影片就到尾聲了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就給我一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留言給我,追蹤我的IG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就這樣 拜拜